巷弄内这名身穿黑洋装黑丝袜 脚穿平底鞋 走路白手还微微翘小指的男子 对你没听错 男扮女装的男子 而他就是警方要找的人 我这个上厕所吗 可以上厕所 那请你离开嘛 我是上个厕所 对不对 有受欢迎好吗 铁票在这里 铁票在这里 看了大批袁警他还使出尿顿 铁票都摆在眼前了 只好乖乖跟着袁警走 但被抓不是因为穿女装 而是他5月4号在台南中山路 跟被害女子想要借钱搭车 过程中刻意搭讪之外 还用手背碰触对方 让女子感觉到不舒服 要打电话联系朋友时 这名男子慌张离开 但事后女子越想越不对劲 决定报警 而嫌犯是他 暂性男子 31岁的苗栗人 有诈欺跟性骚扰前科 喜欢扮女装 而且多次用借钱为借口 骚扰女性民众 曾被判刑三到四个月 但关出来之后 没学乖又继续犯案 而且出没在各县市车站里 台北台中高雄都有他的踪影 没想到这回转战到台南 而且还扮起了女装 真的是抓不胜抓 因为刑期都不高 放出来又犯案 这次在台南落网 警方也劲情 检查官要生压 避免又有无辜女性被骚扰 T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